这是一部荣获国内大奖却不敢大肆宣扬的电影 86岁的老人在家喝药自己 最先发现尸体的不是子女 而是前来接老人去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就在老人去世不久 子女们还办了一场欢天喜地的葬礼 请来妖艳舞女在宜下面前扭屁股 这一切还要从老人摔的那一跤说起 都说养儿防老 自老人摔倒后 此刻正是孩子们拿出时间陪伴老人的时候 老人膝下空养育了六个子女 想来似乎并不会晚景凄凉 还真好 几个子女得知母亲受伤纷纷回来 结果他们讨论的是怎么省钱 最终大家一致认同的结果 是把老人丢去养老院 不过养老院可不是想进就能进 他们得报名 得排队 得等到别人家的老人死了 才能把他们的妈安排进去 这一个冰冷的床位 代表了老人最后的价值 老人自是不愿意去 可又有什么办法 眼下在等待养老院排队的过程里 子女们只能轮流接受老人 她要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二儿子家里 二儿媳是个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势利眼 家里来了这么个累赘 按理说儿媳早就应该发作了 可她仍以笑容面对老人 弯腰 地水 一样不唱 都知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 果然儿媳转头就问起了老人房子的归属权 不过自己的房子老人不能轻易交出去 那是要留给他四外孙住的 老人的四儿子早年间抛家弃子 只留下了一个孩子跟着老人 所以无依无靠的四孙子 吃老人最疼的心头肉 按儿媳知道老人的想法后 展现出了比翻书还要快的翻脸速度 她知道老人在一旁听着 巴不得扯开嗓门阴阳怪气到底 她说自己一辈子不容易 活到现在连个像样的房子也没有 她话里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怪老人不给房子 家里的冷嘲热讽结束后 那边却传了公安局的电话 原来四孙子正盗窃电动车时 被警察当场逮了个正照 作为孩子二伯的老儿获得消息后 便把孩子接到了家里 四孙子的父亲没有音讯 母亲远在上海打工 她做梦都想去上海寻找母亲 可也知道自己年龄太小 很多事情想想就不切实际 而对待孩子 二儿媳也是一样的态度 老二的家里住不下去了 老人的第二站是要去老三家里 不过临走前 老人害怕二儿媳亏大了 留在这里的四孙子 还是向对方交出了 自己房子的钥匙 老人一路坐车 来到了三儿子家里 在他这几个孩子中 属老三最有出息 挣了不少钱 如今在县城生活 有车有房 不过正是因为如此 老三这位城里夫妻 实在看不顺眼这乡下母亲 在三儿媳眼里 婆婆浑身都脏 简直是行走的垃圾车 三儿媳在沙发上铺上一层白布 确定了这是老人 仅能活动的区域 饭桌上 三儿媳只会重复这句话 老人窃窃的回答还没定 也不敢动快 与他们同桌吃饭 倒是三孙女和奶奶要好 知道奶奶将来会去养老院 自己也说着 要搬过去陪伴老人 孙女说她还要勇敢地外出闯荡 可没成想话刚说出口 母亲就直言孩子的想法自私 怎么能这样不顾家庭 没想到 孙女一针见血 听女儿这样说 三儿子的脸上挂不住 一声不吭地继续吃饭 三儿媳也无从反驳 只是说了一句小孩懂什么 便草草接受了对话 三儿媳用行动表达了 她对老人的不满 他们一家三口的碗筷 认真清洗 用布盖上 老人的碗筷只是拿过来碰下水 就直接放在一边 当老人清理完自己的手帕 因为他没有多余的活动空间 只能晾在自己白布座位的旁边 三儿媳一件婆婆的东西 直接甩开了脱布棍子 用夹子夹住毛巾 当着老人的面把毛巾 扔到了窗台上面 眼下执意识 脏东西就不要乱放 脏人也不要乱走 老人需要和他们的生活划清界限 镜中的老人满脸无奈 他把那块毛巾拿了过来 就这样湿漉漉地 揣进自己口袋 有苦难言 昏暗的日子还没到一个月 老人就想主动离开 在帮奶奶洗头时 三孙女告知了奶奶 自己即将离家出走的消息 当孩子的身影不见后 三儿媳立马怪向了老人 她一个小女孩弄点点 她不懂事 你弄了年纪了 你也不懂事 听着媳妇咒骂自己的母亲 三儿子近来也复合到 是老人的不是 连拖带拉带走的媳妇 全然不顾跪在地上的母亲 等儿子儿媳走后 老人双手合十 跪地磕头 她希望离家出走的孙女 可以平平安安 老人临走前 三儿子象征性地说了一句 鞋子却已经递到了面前 三儿媳可没她老公那般虚伪 当着老人的面 就把老人用过的东西全部丢掉 临走前 老人再转头看了三儿媳一眼 知道三儿媳应该不会与她道别后 老人才缓缓走出了房子 离开了三儿子 老人来到了小女儿这里 小女儿是个勤苦的人 每天起早堂黑摆摊卖煎饼 女婿则在家经营小卖店 为人有些爱占小便宜 但心眼是绝对的善良 这天 女婿收了一张破损的五十元旧钱 上面还写着一排字 女婿当即没有多想 并把钱放在了柜台上 可一转身的功夫 这钱竟然不翼而飞 当环视一周只看到老人后 女婿便想当然地认为 是一直坐在那里的老人偷了钱 毕竟是自己的丈母娘 也不好当面对质 女婿便在媳妇收摊之后 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小女儿自知母亲不是这样的人 便一口回对了丈夫 然而这边丢钱事件还没个眉目 那边母亲的嘴就突然歪了 不知这么原因老人中风了 可更令人费解的是 中风后的老人总是会时不时地笑起来 小女儿带母亲去看了中医 中医说是神经错乱 打一针抓了几副药后 建议再回家观察看看 小女儿看到自己老娘受罪 心疼得不行 她有时也想过 人老了活着受罪 还不如一死了之 母亲这一折腾 又是打针又是吃药 同时家里还有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 小女儿便就此时问起了母亲 那母亲偷了五十元 母亲承认钱是自己拿的 给孩子买本子了 小女儿听到这话 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最后母亲又从自己手帕里 拿出五十塞给女儿 这让女儿的面子有些抹不开 一个劲地拒绝 第二天 女婿推着老人出门 她意外发现了一个包 没有洞里面的任何东西 这时 一个小伙子走上来认领 叔叔 这是我的包 是吧 是吧 我里面一千块钱 这不是一百块钱了 我没洞 再说没洞 好 是吧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女婿被敲诈了他们家本来就不多的几百元 小女儿一家已经很艰难了 可命运还是把他们推上了深渊 有人带来消息 小女儿的儿子车祸死了 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张通知单 和那仅有几万元的赔偿费 小女儿得知这一消息后 一下子瘫倒在了礼物床上 生死历劫的嚎啕痛哭 可门外的老人 却因为疾病正在发酵 怕也不像这样 自从生病之后 她低沉地笑了好几次 每次都是在内心极度悲伤的时候 而这一哭一笑 当真是写进了人间的勇坛调 最近 老人在小女儿家的日子也该到期了 她有些不舍 却也毫无办法 最终还是在自己那低沉的笑声中 默默离开了 没过多久 女婿在收拾柜台时 发现了一张破损的五十元钱 这钱看样子似曾相识 尤其是看到上面的字以后 女婿才突然明白了一切 他们错怪老人了 老人回到了二儿子的家里 她当初曾把自己老家的钥匙 交给了二儿媳 可这并不能换来儿媳对她的好 相反 儿媳得到了房子以后 对老人连装模作样也不装了 因为老人得了笑病 随常发出难以自艳的笑声 所以儿子儿媳 剥夺了她上桌吃饭的权利 他们把老人送进了石头屋子住 日子在继续 老人的笑病也更加严重 她笑的幅度越发剧烈 更是像她痛哭 然而 阿儿媳依旧冷言相响 因为老人的笑 她成了家里最晦气的存在 为了驱灾避邪 儿媳把老人赶到了畜生屋子住 而这一次 老人终于改变了当初的想法 她只求养老院能早点腾出床位 即便是去那个地方 也好过在这里受罪 在牛棚住的久了 老人的身体也每筐愈下 她本以为自己熬不到 去清老院的时刻 可就在不久后的一天夜里 儿子给她带来了好消息 床位腾出来了 她明天就可以去了 听到这里 老人不由地又笑了起来 只是这笑声中 那悲凉消瘦的语调 实在太过沉重了 老人随后找来 一脸不快的阿儿媳 提出将自己的传交宝镯子 送给她后 儿媳的脸翻得比书还快 当天夜里 老人洗了把脸 然后拿出了家中常备的老鼠药 伴随着微弱的烛光 她即将在牛棚里 结束自己86年的性命 可直到临死前 她依旧在向上天祈祷 保佑自己的孩子们平平安安 万事顺意 老人家的葬礼举办得很风光 不论远亲近邻该来了都来了 为了热闹 不少农村有在葬礼上 搭舞台的习俗 老人一家也不例外 这边刚唱完了京剧戏曲 那边又开始了音歌厌舞 期间 还不乏远道而来的亲戚上台 对舞者上下起手 记下过后 舞台之上撕扯激烈 舞台之下一片欢腾 老太太的一下就挂在中间 如果她再天有灵的话 看到此行此景 估计也会笑得撕心裂肺 肝肠寸断 人设便是所谓的洗脏了吧 老太太走后 四孙子去了上海寻母 临走前 她还到奶奶生前的 故居牛棚看了看 另一边 当婆婆走后 阿尔西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一次将门外的东西拿到礼物时 被门槛办得很摔了一跤 不知是轮回史来 还是天意如此 在冥冥之中 那个曾经 将会变成未来 喜桑是导演张涛在15年 指导的剧情片 并于次年 获得了第十届青年电影节 最佳剧情片 这里的所有演员 并非课班出身 而正是因为这样质朴纯粹的表演 为影片增加粗粒气质的同时 也深深印刻在了 每一位观影者的心中 喜桑其实更像一部纪录片 有过片中经历的人 都会或多或少被拉回到 曾经一家人围在一起 商量该如何赡养老人的情境里 在这其中 也不乏充斥着一些不太愉快的心情 正常情况下 子女多的老人应该是轮流照顾 费用也应该平摊 可在这里 总会扎摸出一股利益的味道 再加上谁家出力多 谁家负担重的问题 总归是一地鸡毛 纠缠不清 到头来真正可怜的 只能是夹在其中的老人 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刨出片中诸如老二儿 这样的主观恶意不谈 究竟是什么 让大部分家庭在这方面 都吵得不可开交 我想一方面是在于分配不均 不换寡而换不均 是古来就有的道理 面对无法明晰的利益分割 总会有顾此失彼 含混不清的结果 再加上婚姻中另一半的不理解 剑拔弩张 多元对立 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因为孝心不足 不是所有的父母 都应该为人父母 孩子多的家庭 总不会一碗水端平 再加上家暴孩子的情况 时有发生 导致孩子们并不想赡养父母 他们会以为 你虽然生了我 但却给我的一生 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所以也就不会那么悉心照顾 甚至是置之不理 为了让自己的晚年还过得去 唯一稳头的办法 就是在年轻时散下 将来养老的资本 说白了 一切到头来 真正依靠的只有自己 这让我想起了 影视剧天道里的一句话 既然养而防老 就不要谈论母爱有多伟大 细细想来 这一切似乎是在 利益驱使下的某种交换 然而从她的对立面来讲 那些真正不所求 与儿女的亲情 该是何等的弥足珍贵 一目十影 与你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